在華盛頓的土耳其駐美大使官邸外 埃爾多安的支持者和數十位抗議者發生激烈衝突 埃爾多安的保安也捲入其中 官員們說共有9人受傷 其中1人傷勢嚴重 警察局說有2人被逮捕 在白宮 川普在土耳其打擊恐怖主義問題上的關切 小心謹慎 但是在埃爾多安的敦促下 他也沒有表示他是否會撤回對敘利亞庫爾德人的支持 我們從來都不應允許那些組織操縱地區的宗教和少數族裔群體 把打擊恐怖主義作為藉口 埃爾多安也未能說服美國 印度土耳其穆斯林阿宏法圖拉戈蘭 埃爾多安指責戈蘭煽動了去年針對其政府的未遂政變 分析人士說 土耳其專制領導人並沒有期待美國在這兩個主要問題上做出讓步 但很可能達成了其他有利的協議 他很可能在打擊庫爾德工人黨的土耳其內部安全問題上得到了額外的支持 中東問題專家霍華德·埃森斯塔通過skype對美國之音說 埃爾多安與川普的會晤增加了他在國內的威望 美國去年譴責針對埃爾多安的未遂政變 但同時也批評埃爾多安鎮壓領導政變的嫌疑人以及記者和異議人士 這是不幸福的結合 但是和很多不幸福的婚姻一樣 雙方有合理的理由要在一起 而婚姻的代價會非常高 所以我的判斷是 美國和土耳其會在可預見的將來繼續不幸福的緩緩前行 作為北約成員國 土耳其擁有其安全所需的強大軍事聯盟和全球情報網絡 而美國有了土耳其這個地區盟友 就可以獲得有重要戰略意義的軍事基地 美國之音 布萊恩 埃倫 華盛頓報導